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就在家里做一个米粉来吃 一个简单的做法 现在我用的这个材料是粘米粉 就是我们自己吃的大米 磨成的粉 叫粘米粉 还有这个是小麦定粉 这个是土豆粉 就要三个粉混在一起 就可以做一个米粉来吃了 现在用的材料 这个是用140克的粘米粉 小麦定粉呢叫120 土豆粉要120 那现在我先把这个粉倒进来 给它们搅拌 就搓成一个团 这土豆定粉 搅拌一点 等一下粘手的时候放一点下去 现在搅拌了 搅拌好了 都要加一点油 大概一小勺就行了 搅拌好了 首先呢这个水也很重要啊 这个水一定要刚刚煮开的开水 慢慢的倒进来 倒进来的时候不要一气性大 等一下 水分多了又没有粉渣了 现在搞了一个团了 刚开始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开水烫的面很烫啊 要带一个手套 就比较好 要不要把你的手烫坏的 我的手皮那么厚了 都给它上套了 刚才那个面团 我就全部拆好了 一定要拆到它 这样沾不沾手 拿起来比较油一点油圆 如果你拆得不够的话 也有点难做 拆得都 这楼上了 这边水也开了 然后就拿这个模具 这个模具放到底下了 这个大小刀自己定了 再塞进里面 然后就给它扭 扭 扭好了 已经没有了 就把它切断了 你看 米粉就这样了 要给它煮到 煮到 煮上来 就就没这个米粉就熟了 是容易熟的 非常漂亮 非常简单的做法 所以大家都乖看准备的视频 里面会有各种不一样的生物 哈哈哈哈 臭味的 又等它煮到浮上来 我就可以把它捞进来 那现在它已经浮上来了 那我就可以把它捞上来 我刚刚呢我就用了两个模具 刚开始做的那个粗一点 这个细一点 不能煮太久 煮太久的话它也会碎掉的 以后把它浮上来 这壳去捞上来 捞上来之后 又要马上放到冷水里面 这样就吃起来 这个米粉就很勉弹 烫不淡 可以 我这时候吃了 这就是我的小鸡 我们就也可以搅拌 这个鸡饵 另外一个小鸡 这个鸡饭 这就是下一步 是这个鸡饭 就用这个鸡饭 这样就用这个鸡饭 做鸡饭 加一点瘦肉汤 倒入鸡饭 鸡饭 是从鸡饭 鸡饭 就用这个鸡饭 是正面 ,放入鸡饭 到鸡饭 老表,拿起米粉了 刚做完,刚好做完 又有七分了 既然老表来,我又炸到一个大生 给多一点老表 因为他辛苦了 你要加辣腔多好 哪有这么好的老表 看撒杯酱,这个就是我们的老表 还可以 还可以 还处啊 还处啊 你看,那么多东西 那样可以,我再看了 哇,一大碗 这一碗能不能吃完喽 这碗是给表妹的 要高喽 上山后面就碗是我的 这碗是比较粗一点的粉 我要用这个大盆 终于可以就 吃上自己做的米粉了 你看 嗯,很远啊 很有糖性 你看,透明感很重啊 好吃 大家如果想吃 就米粉了 自己做要健康 什么东西都没添加 就那三样粉 然后自己在家里面 随便搞一点汤 都很好吃 怎么样啊,老表 吃都不坑衷了 好吃啊 这个不停止啊 哈哈哈哈 嗯 我要吃一道盆啊 去了,还要到山上干活 那我们上去再见了 老白 记得给姚妹讲赞 大家好 姚妹今天就做一点 水晶酒汁给老爸吃 因为老妈也不在家了 她一个人在家 有点闷了 可能她又想换一下口味 那我今天就做给她尝一尝了 我这又放点猪肉 还有玉米啊 鸡蛋啊 我现在用一把刀来烧就行 好了,现在就先搞好这个面团先 等一下再把那个鸡蛋煎一会 这个是小麦丁粉 以后还要加一点这个木薯粉 把两个粉都混入了 这要加开水 一定要刚刚煮好的开水 一边倒一边搅拌 倒的时候要看准了 要不要倒多水了 要增加很多粉 看,现在已经长团了 长团的时候我们要多捏一下 给它更加的油圆 放点油啊,我刚才忘记放了 要放点油,它才会运滑 现在放也可以啊 可以了,刚才放那个油的 家里面有猪油是最好 没有的话就放一点玉米油 现在我要去煎鸡蛋 首先我就用锯块细布来盖一下 要不然它就会变硬了 先煎鸡蛋了 可以了,因为这个鸡蛋 我加了一点水下来 然后炒呢它就会比较嫩 再放一点木耳 现在放一点木耳 要把这个猪肉也一起放上来 要给它 放一点调料 烟,入味啊 放点蚝油 再加一点酱油 再加一点酱油 好了,就这样就可以了 好,这边已经腌制好了 再把这个鸡蛋一起搅拌上来 其实里面这个馅呢 既有搭配啊 你如果吃完去沙呢 就放一点沙 还有其他的韭菜啊 还有其他的韭菜啊 熊市啊都行 再来也要 油一下 然后我就把它擀出来 一个个的又把它 把它把它搞出来 就用这个小杯来把它 把它把它盖啊 它就成一个圆了 就这样可以包了 嗯 可以了 如果发现这个口没有那么容易好粘的话 就放一点点的水 它就可以粘在一些 要一边做一边把它用这个锡布来盖 盖一下 要不然它就会利开 蒸出来它就会把那个线露出来了 现在水还没有开 我只能用这样来盖好了 等于它放进去的时候再打开 好了时间已经到了 哦 哎呀有点烫啊 你看 你看现在它慢慢变凉变凉了 之后就会更加透明了 好了可以试试一下 然后再拿回去给老爸吃 嗯 好吃好吃 我沾了一点净油 再沾一点辣椒 油还放一点醋 你上上来就吃 嗯 嗯 真的好吃 太好吃了 再切多一个 好了现在就拿回去给老爸吃 我先看一看 咱们的粉椒 好嘗噗噗噗噗水